到车都是招聘人不写价格 多年后面人招聘人不写价格 我又来了 很多年轻人 最后 关下关注 不管怎样,反正漏肉 我那天大财购的地方 全是25元一价 10元一件的衣服 这里有个店员 不开这个号 一个湖南菜说可以免辣 你要做湖南菜的要免什么辣 要么就不吃你的辣 要么就是冲你吃辣的来的 也是神道 花很美 这是一个花花边的地方 看上去还装饰的庭 小店 这是毛泽东住居遗址 这个地方毛泽东曾经在此居住过 和夫人杨开会住二楼 消除女和沈彦兵住一楼 这个地方这么有理事感 这个很普通 实在是看不出来啥 不列这么块牌子 鬼知道这是个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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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好几家店 还不是一家 很多小店 这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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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 感觉很有历史 本来不觉得打热的这么一写 就觉得很有历史 这也是招聘 后厨 后厨邪徒 后厨4800到5000 后厨邪徒4500到5000 转正后5000 到6000 后厨转正后5800到6000 上面店员没写下单 这家酒吧 酒吧边上 就更多 就是一个 有十字 头 但我吃的吧 多过也都是奶茶 我们也 这一天后几家 是什么制度容 奶茶或者咖啡之类的 咖啡多少 35 还是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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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奶茶 一连四家 店长8000到1万 咖啡师6000到8000 服装4000到5000 没有设计感 这是认真的吗 为什么有机械币 这是个装饰品吧 停车位显着剩余满味 已经没有停车位了 这些人在这里接拍 但是有啥好拍的 不是只有一个茶楼吗 六扇门 搭个扇子 龙井 红龙热狗 我差点看成龙井热狗 我以为龙井茶配热狗 我以为龙井茶配热狗 可行环的意思是这是卖二手店 这都是广告 要是个咖啡厅的广告 我注意了 这个地方全是咖啡厅 这边进 设计的比较尬性 堵车了 这个红灯就堵成这个灯下 半条街都堵成了 正方天很亮 这么一小口中就都黑了 连家也招聘 有底芯有提成 不写底芯多少 这是一个啥是得出的 它是长的奇形怪状 这有个地产公司倒闭了 就怎么了 黑灯下火 写的这边房价 别墅出租五百平米 带五个车位 还有带鱼石 还有商铺 然后还有商铺出租一百三十平米的门面 可以做餐饮 租金一万六千五 车位16.8万一个 在车坡 别墅天台花园 加双电梯 四房三位 使用面积一百八十八平 九百八十万 也不知道哪天哪天的日子 小店看上去也蛮好看 很年轻人 面馆 还蛮多人的 估计是个水坝 娃娃鸡 娃娃鸡还需要专门开个店吗 这都是在商场里单独的 就在山顿商场里找个铺 就找个块空间 就搞个啥地方 还需要专门搞一块店 就搞抓娃娃鸡 神的真神的 这是个礼发店 绿油油的 这本来是个礼发店 确定不是卖花的 绿油油的 这个地方有块收入 还有个人引导 要不要让大家让开 好大 这有点坑了 如果修路的话 大家躲到不急不急 先撞那个人吗 咱们不应该躲到后呢 拿个庄子 让庄子吸引人就好了 弄得着 自己肉体在这里护着 引导人 吓人 这等他发现不急是 撞的的确不是后面那个坑的 但是有可能撞人呢 不如我不喝乐器 也许可能也是个喝茶的 也是各种喝茶杯 呆头不止尿 这也是个咖啡 全是咖啡 在那修路 修路 所以一整个都封起来 那边的商家可能受影响 不过有都是一些奶茶店 做一个电动车 谁在买一手 这边也25元一架 都是这个模式 但是这25元一架卖的是个啥 这个手感就不行 不过他卖的都是一些比较能接受的款式 不像那边那个姐姐 卖的都是很多都是奇形怪状 所以就比较费力 看里头都得自己挑 有一些大众款 但是有很多都是奇形怪状 这是个水务工程